創新局科技局局長薛永恆說 安心出行應用程式的下載量 已經達到311萬 他認為港鐵和其他公共交通工具 應該積極考慮安裝安心出行 到目前為止 我們香港已經有80,098個處所 有了安心出行 但我覺得地鐵公司應該積極考慮 用這個安心出行 當然我理解它有可能不同的原因 不同的運作需要去配合 但我們作為創科局 我們會全力支持不同的機構 包括地鐵公司 包括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的營運商 就是安裝安心出行 我們隨時會做好準備 隨時為他們提供這個安心出行的二維碼 薛永恆又說 若市民收到感染風險通知 可以免費去到社區檢測中心做檢測 針對K11Milcea商場的情況 已經作出特殊安排 除了在多中確診個案的食店 明朝食館 掃描安心出行的二維碼的市民 可以收到感染風險通知之外 已經擴大至商場其他商戶